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暗黑系写真曝光,坐握沙发眼神魅惑,悬疑感直接拉满。 7月6日,赵丽颖的工作室晒出一组赵丽颖暗黑系的九宫阁写真大片,并配文竹火道影迷雾威名,你看,如玫瑰出战,试验正燃烧。 双影号 在7月8日又晒出了赵丽颖同一系列的九宫阁照片,并配文,暗夜之下,危机四伏。 古镜之内,迷障跌起。 一起来看赵不道如何破局。 据了解,此次的这一套写真是赵丽颖参加开始推理把综艺而设计的造型,赵丽颖在节目中沉浸式地扮演了一位美少女侦探赵不道, 赵不道找不到不得不说谐音梗这一块妥妥被节目组玩明白了。 照片中的赵丽颖,长发披在肩膀的两侧,紫色的调染发型加上公主妾, 手中拿着一朵鲜红的玫瑰,与以往可爱的风格较有反差,整个妆容着重暗红色系, 虽然造型图看上去乖巧,可却又给人一种A气十足,暗黑萝莉的感觉。 而这张照片则是配上一面欧式复古的圆镜,再配以银色的吊坠项链,搭配着暗红色的红唇, 只见赵丽颖眼神深邃地看着镜中,并交感十足, 真的让人梦回赵丽颖在《谁是凶手》中扮演的那位丰批美人沈玉。 不得不说,真的要给这次的造型设计师夹击腿啦。 赵丽颖此次的风格偏向暗黑系,一身复古的网纱吊带连衣裙, 搭配上经典的蕾丝手套,照片中的她,侧脸面对镜头,搭配上发尖别的银色头饰, 在身后捧着一把玫瑰,悬疑感真的直接拉满。 谁看了这组照片不说一句,赵丽颖和暗黑罗莉的适配度也太高了。 特别是她坐握单手撑在沙发上,身后被迷雾笼绕着, 左前则放着一个银色的烛台,给人一种魅惑的感觉, 和以往她的造型相对比,谁能想得到赵丽颖竟然也可以驾驭这种造型。 不得不说赵丽颖的可塑性真的太强了。 雨凤行赵丽颖绿意露透,仙气清凉好漂亮, 林更新白衣造型很帅。 雨凤行是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一部古装剧, 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虽然说听到造型师是陈童勋担忧了一把, 不过两位主角最新的造型,似乎是渐渐上到了。 赵丽颖的绿衣,林更新的白衣,今天可以表扬一下陈童勋。 赵丽颖绿衣 这是赵丽颖与凤行的最新造型,一套非常漂亮的绿裙子。 比起其他的古装来说,设计还挺眼前一亮的。 仙气清凉,后面不是盘发也不是批发, 而是扎成了一根辫子,有点西游记的感觉了。 两边没有多余的刘海,应该是剧组看到了粉丝题的意见。 赵丽颖的脸本来就够小了,不需要多余的刘海修饰。 这套衣服动起来很好看,和现在横店其他厚厚的古装剧相比, 真是一股清流啊。 第一眼看到这套绿裙子时,就有点梦回赵丽颖的碧瑶。 碧瑶也有很多清新的绿裙子蓝裙子,发型还是省离的更好看。 过了这么多年,赵丽颖这颜值保养的真是没话说。 林更新白衣 林更新也出了一套新的白衣造型,官博发了高清的剧照。 上次的白衣有发官和砍尖,引起了很多人的吐槽。 这次终于剧掉了这两个元素,有点宇文悦的感觉了。 发型两边也是没有刘海,露出帅气的五官。 林更新为了与凤行努力瘦身回春,效果很明显啊,果然明星都是胖着弯弯的。 他身高,186,肩膀也够宽,不需要砍尖和发官。 这样的盘发,比前面的发官就好看得多。 目前已经看到的造型总体还不错,呈现了越来越好看的趋势。 粉丝们夸奖官方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建议。 赵丽颖的发型还可以更多变一些,不遥流苏高发剂都可以尝试一下,还配了很好看的图。 与凤行的剧组有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当有新造型录透出来时,官博会发高清的图。 既可以让粉丝姐解馋,也可以方便提建议安利。 两位主演的颜值状态都很不错,各种好看的造型都可以多来一点。 赵丽颖的不遥流苏风格,似乎还没怎么看到过。 那就期待宇凤行能不能帮粉丝圆梦了。 宇凤行赵丽颖新造型曝光,带发官向嫦娥,红衣战损好带感。 宇凤行赵丽颖蓝红造型,露手臂带披风,发型还可以更美一点。 冯绍峰带着儿子亮相恒电,想想的正面照喊曝光,嘴巴耳朵向赵丽颖。 赵丽颖和冯绍峰一直在恒电拍戏,他们决定去恒电看看,免得两人分开太久。 之前有媒体曝光了冯绍峰和思思在火锅店吃过饭的照片,当时她还以为是被助理抱着呢,虽然没有露脸,但那小身板也挺可爱的。 想到自己来恒电后,就再也没有和赵丽颖一起逛街吃饭的照片了, 银宝大概是工作繁忙,想到父亲冯绍峰会陪着她。 冯绍峰挟儿子在恒电露面。 最近,有记者拍到冯绍峰和孩子一起吃饭的照片。 这一次,冯绍峰带着想想离开了食堂,只有冯绍峰一个人在前面,一个庸人背着她。 冯绍峰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棕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裤,还有一顶黑色的鱼服帽。 冯绍峰出了餐厅,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对着自己的助手做了个手势,一副老大的驾驶。 想想她的正面照片,很少会曝光。 想到这一次,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半袖T恤,一条牛仔短裤,一双凉鞋,看起来很是清爽。 她还戴着一副眼镜,也不知道是在纠正自己的眼睛,还是在模仿父亲的冷裤。 想到自己被保姆抱在怀里,抱着她的脖子,东张西望,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自己长胖了,保姆用两只手托着她的臀部,一副吃力的样子。 想着想着,她是被保姆抱着的,双腿修长,身材匀称,看来是遗传了父母的腿。 这一次,我们没有戴面具,虽然记者很体贴地保护着她,但是当镜头拉近之后,我们也能看到她的脸。 赵丽颖的耳朵和嘴巴。 俗话说,儿子跟着母亲,这是遗传了赵丽颖的优良品质。 她的耳朵很大,和赵丽颖的耳朵一模一样,而且她的嘴唇也和赵丽颖有几分相似,而且,她的声音也很小,就像是赵丽颖。 镜头拉近,我们可以看到丝丝的脸,她的脸圆圆的,脑袋一扭一扭的,脸颊上的肌肉都在颤抖,很是可爱,让人忍不住想要捏一把。 大概是因为父亲正在和助理说话,没有跟着,她有些生气,在保姆的怀里扭来扭去,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等冯绍峰上了车,她立刻扑到父亲怀里,紧紧地抱着父亲,冯绍峰也紧紧地抱着她,生怕她一不小心摔倒,看得出来,她和父亲的关系很好。 冯绍峰和赵丽颖在横店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估计要在横店待一段时间了,颖宝和她的孩子,应该是和赵丽颖走得很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